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本节课开始我们的Python 和我们Python杂技的第一讲 那么我们第一讲来讲一下 在Python中有何巧妙的使用这样一个字典的特性 来代替其他语言里面都有的这样的一个switch 好,既然我们是要来代替这个其他语言里面的switch 那么我们就需要先搞清楚 其他语言里面的switch到底有什么作用 好,我们直接复制一段C-South里面的switch语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好,switch语句同样是所谓这样的一个条件分支语句 switch的语句后面可以接受一个变量 然后它的case就是当变量取某一个值的时候 我们应该执行什么样的一个代码块 好,那么上面这段代码的意思就是说 当这个d的值是0的时候 我们将执行这样的一个dname等于sunday 如果这个date是1的时候 将执行这样的那个dname等于monday 以switch退 走哪个条件分支取决于你这个date的变量的取质 这个就是switch的一个基本用法 好,然后我们在之后面可以看到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default default的意思就是说 当这个date的取质不是0不是1也不是2的时候 不是case后面任意的一个变量的时候 那么我们将执行这个default的默认语句 好,那么既然它是条件分支语句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到 我们在path里面可以使用这样一个if else的语句 来代替这样一个switch 可以代替是可以代替 官方的也是推荐 用if else的这样一个条件语句来代替switch 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是认为 if else代替switch来说的话 非常的不合适 如果说if else都可以很好的代替switch 那么我觉得其他的语言里面 也没有必要再多增加这样一个switch的条件分支语句 都用if else不就可以了吗 好,那么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方法 就是用字典的映射来代替这样一个switch语句 好,我们来建一个新的模块 我们在这个模块里面 就实现像我们这样一个 从C下部里面提取出来的switch语句 我们看一下 好,那么我们首先来定义一个空的字典 switch 好,我们对比一下我们的ce ce的keys后面接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长量 对不对 好,所以说我们可以用字典的这个key来代替 case后面的01 好,我们假设只有三个这样一个选项 case这样的一个直接就是0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说了字典可以是支付创 也可以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好,0 然后它这里是什么 它这里是第六点三的对不对 好,所以说我们是这样 后面呢 三的 好,然后接着那是1 1对应的是什么 1对应的是Monday 甚至1 好,然后2 2应该是这样的一个tuesday 好,例子我们就不举多了 我们就举了1、2这三个字典的key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可以来完全的模拟这个switch结构 好,那么假设说我现在这个d的变量 确实是0 我们作为一个假设0 那么在原来的这个switch里面 它最终的目的是对这个dateName复制的 好,所以说我们这里呢 也定义一个dateName 这样的一个变量 我们pats0 使用一个刹滑线 做出头风 好,那么怎么样 用这个字典的逆设呢 来代替我们的switch语句呢 好,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switch 然后呢 这样的一个date这个变量 传到这样的一个括号里面来 好,这样就可以成功的 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值 复制给我们的dateName了 好,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dateName看一下 好,到我们的pats.meq这个内幕上面来 然后我们pats.c2.t1 好,我们发现 如果我们的date取0的话 那么呢 通过字典的映射呢 它呢 是可以把这个sunday 复制给这个dateName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其实呢 和我们这里的switch是一样的 我们switch这个地方的date 如果取云的时候 同样是把这个sunday这个值 复制给了我们的这个变量dateName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通过字典映射的方式呢 来模拟我们的switch的语句 我们可以尝试这些 把这个date呢 给换一个句 比如说date现在取2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段代码是不用改的 这段的switcher呢 switcher 中国号date啊 就相当于是switch的这个语句 我们改变了就是date的这样一个取值 好 改变date的取值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啊 好 date变成2之后呢 相应的dateName呢 就被复制成了tuesday了 好 但是呢 这样做呢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没有解决 同学们一定要善于思考 我们再看一下switch语句 switch语句里面呢 有一个特殊的分值 就是这个default default呢 是当date既不是0 也不是1 也不是2的时候 会走的一个分值度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样的一种方法 不能够模拟啊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呢 这个date呢 我写一个6 好 那么如果呢 我们在这个switch语句里面啊 date如果改成6的话呢 它呢 是会走这个default的 然后呢 dateName呢 会被复制成这个none 但是呢 我们呢 现在呢 这样的一个字典印射的方式呢 它却会报错 我们看一下 对不对 为什么会报错 因为呢 这个字典里面啊 是找不到这个key为6的 这样一个元素的啊 那我们Python有没有办法解决啊 我们说过了 Python呢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语言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换一种字典的访问方式 再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呢 不使用这样的一个下标的方式呢 来访问字典 我们呢 使用它内置的这样一个get方法 好 get方法的第一个参数呢 接收的还是这样一个key 好 那么我们的key呢 是这样一个变量d 那么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关键 第二个参数呢 将指定 当这个d 所对应的key不存在的时候啊 这个方法的调用将反昏的结果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switch这个d不存在的时候啊 那不是是什么啊 是unknown 对不对啊 那么我们这里呢 同样反昏这样的unknown 好 这样呢 就可以来模拟我们switch里面的这个default分析了 并且呢 通过get方法访问的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 就是get方法呢 它是具有容错性的 什么叫容错性 如果我们呢 用下标的方式来访问的话 如果key不存在的话呢 它是不报错的啊 但是呢 如果啊 我们用这个get方法来访问的话 即使是这个key啊 不存在 那么呢 它也不会报错啊 它会返回默认字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d是6 对不对 在我们字叠里面没有6加的key啊 但是呢 我们访问看一下 看 虽然没有6啊 但是呢 它会返回默认字unknown 好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完整的模拟这个switch了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switch可以完整的模拟了吗 我个人认为还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keys语句啊 keys语句上面呢 是可以写入一个代码块的对端 我们虽然这里呢 只是呢 写了一个简单的复制语句啊 但是呢 它确实实实实是可以啊 写很多行的代码的啊 这种省略号表 它可以一行一行一行的写啊 但是我们现在呢 如果用字典这种形式 你最多呢 可以啊 在这里呢写上一个lamb的表达 是啊 好 但是呢实际情况是啊 我们用switch的时候啊 经常呢 会在这个case语句里面啊 写很长的代码 虽然呢 在case语句里面 写很多行代码呢 是极为不好的一种编码方式啊 但是呢 我们也要考虑到啊 有些同学呢 就是喜欢这么写 好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啊 我们还是呢 要用到这样一个python 这样一个函数式编程的一个特性 我们的这个key啊 对应的vignal呢 不仅仅呢 只能是一个支付串 我们同时呢 还可以让这个key 所对应的vignal 是一个函数 这个呢 就如同 我们把函数复制给变量 是一个道理 好 比如说呢 我这里呢 可以定义三个函数 开始上面 好 然后return 这样一个上面 好 同样的呢 我们可以把它 再复制几个 好 把它改一下啊 这个地方改成monday 这个地方改成monday 好 returnmonday 好 这里呢 是tuesday 好 这里呢 是tuesday 好 这三个函数呢 我们其实呢 是分别可以 用来替代价 一个vignal的 比如说呢 0这里呢 是gat sunday 好 然后monday这里呢 是gat monday 好 最后这里呢 是tuesday 好 那么呢 这里呢 可以用函数之后 我们这里的调用 就可以改一下 我们呢 可以直接在gat的后面啊 加上一个货号 为什么呢 因为gat呢 它就不会返回这样的一个几串了啊 它就要返回的是一个方法啊 所以说方法后面呢 直接加扣号 就可以执行这样的一个方法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呢 可不可以正确打印出我们的内幕呢 我们先换一下 把它改成0 好 看一下 好 这里会报错的 对吧 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报错 原因还是在于 这样的一个定义的顺序 我们在这个定义之前 使用了这个gat sunday 所以说是不对的 把它给减切一下 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前面呢 好 现在呢 应该啊 就没有问题了 好 可以没 当我的d为0的时候啊 我们用函数的方式呢 也是可以啊 把这个sunday呢 给打印出来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细心的同学呢 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 发现什么问题啊 如果我的这个d 它的这个key呢 在字顶里是不存在的话 那么我们这样 以这样的一种写法 是会报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 这个字典里没有 这样的一个d的key的话呢 我们get的方法的执行结果呢 将不是 返回了这三个方法的 其中一个 而是会返回 unknown 这个字符串 那么你对于一个字符串 后面加这样一个双括号 是什么意思啊 那它肯定会报错对不对 当然呢 你可以啊 把这个括号调用的 放到后面啊 先把这样的一个函数呢 保存到一个变量里面啊 然后呢 再做这样一个判断 如果这个变量呢 它是这样一个函数类型的话 那么呢 就执行这样一个函数 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呢 就直接得到这个结果啊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呢 这样写得太麻烦了 所以说我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我的建议是啊 如果你这里 字符串里面全部都用了这样的一个函数 作为这个玩偶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的这个默认字啊 你也使用函数了 好 那么此时呢 这个地方就不能够返回一个 unknown 它要返回什么呢 它需要返回这样的这个get default 好 这样呢就可以了 让我们的这个字典呢 可以兼容这样的一个啊 默认值的情况 好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0呢 再改成这样一个8 看一下 好 看 这里呢 不会报错 并且呢它会答应出我们要的这个nlaw 当然呢 我们这里写的这个函数啊 是非常简单的示例啊 我们只是尾探了这样一个字符串长量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你真正的写业务的时候呢 你可以啊 在这个函数里面啊 写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呢就完美的 用我们的字典映射呢 来替代了其他语言里面的这个sleach 好 最后呢我要说的是 这种字典映射的这样一种形式 在Pathol里面呢 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我也经常呢 使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因为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会让你的这个代码呢 看起来呢 是很简洁的 其实呢 我们就算是你用sleach 我一样不推荐啊 在这个case语句里面啊 写很多很多的业务逻辑啊 换句话说呢 如果是我在这个有sleach 这个语法的语言里面 来写代码的话呢 我同样在每个case里面啊 去写一个方法 我的case呢 只是去调用于不同的方法 具体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呢 是写在这个方法的内部啊 而不是直接写在这个case语句上面啊 就算是有这个sleach语句 我也是这么写的 好朋友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给大家呢 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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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